歌大學現文化大革命 反由騷擾升級 拜登劃派兵進駐 美法進入 烏木得殺 美飛連導軍演啟動 三國備戰 萊塔利亞湖誓言 幾天內對蝦沉痛打擊 謝鋒哈佛演講遭殃 強拉女生出場 小粉紅備起底 各位Youtube和《乾淨世界》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崔士 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3日 星期二 歡迎收聽北美新聞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前 我和大家分享一位 來自芝加哥張女士的經歷 張女士在做白內障手術前 被告知血糖過高無法手術 他在嘗試三高代謝補後 血糖有明顯的改善 張女士不僅成功接受了手術 還發現自己的皮膚變好了 夜間不再頻繁起床 三高代謝補 旨在通過調節和平衡身體各項機能 促進器官和生理系統恢復正常代謝 修復自身的療癒能力 健康補充品的後果 因人而異 將女士的體驗可能並非典型 我們鼓勵大家 在嘗試新的產品前 諮詢醫療專業人員 了解更多的信息 請訪問健康520 近日 美國高校的反以色列抗議活動 越來越激烈 在哥大學生宣布佔領學校後 耶路大學學生集體絕食 紐約大學 密歇根大學 和麻省理工也出現了 挺哈馬斯抗議以色列的示威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宣布 停止線下授課 即日起全面轉為線上授課 而白宮破天荒的以最強烈的措施 譴責那些 針對猶太學生的暴力 和人生恐嚇的行為 上星期 上百名支持北拉斯坦的學生 未經批准在哥大校園內的草壇上 搭建了數十個帳篷 起名加沙團結營地 並宣布已經接管了大學 將其變成了人民大學 校長米薩菲克 授權紐約市警察局 幫助拆除帳篷 警方還逮捕了一百多名 拒絕執行命令的學生 但哥大的抗議活動仍在進行 4月20日 大約二百名挺哈馬斯的示威者 仍在遊行 他們高叫口號 起來 解放 打倒佔領 廢墓著北拉斯坦其次 今日網友發布的視頻顯示 哥大的一名猶太教授 進入校園拆卡時 發現卡停用了 他在門口抗議 為何哈馬斯的人在裏面抗議 而我作為這個大學的教授 我卻不能進去呢 這名大學教授說 這些抗議者在學校搭建帳蓬城 正在佔領大學 作為公民 我有權利進去 作為這個學校的教授 我更有權進去 而學校 卻用所謂擔心我 受到抗議者的襲擊 不讓我進去 這個起到的宣傳是不好的 網友變態拉斯說 美國大學的文化大革命 距離召開批鬥大會 對待猶太老師和學生還有多遠 今日 哥倫比亞大學的數十名教職員工 和一些其他人舉行了遊行 他們是在此抗議 紐約警方 上個禮拜控制反以色列抗議活動 教職員工他們舉著標語 上面寫著 不要碰我們學生 和結束學生的停學 網友說 這個是在此保護學生的言論自由 還是混淆學生的仇恨犯罪 那大的事件已經驚動了白宮 白宮今天發表聲明 拜登說 昨天就是貢貿 即使在最近幾天 我們也已經看到 針對猶太的騷擾和暴力呼聲 這種公然的反猶太主義 應受到譴責 而且是危險的 我對猶太人民的安全 以色列的安全 以及以色列作為一個 獨立的猶太國家 存在的權利的承諾 是堅定不移的 而今天 英格蘭外國隊老闆 羅伯特·赫拉夫特說 他正是通過哥倫比亞大學給的 全額獎學金 才得以上大學 然而 這所他心愛的學校 已經不再是他認可的學校了 他說 我不再相信哥倫比亞大學 能夠保護他的學生和員工 我亦將取消對這所大學的贊助 越來越多的國會議員 開始就哥倫比亞大學的危機講話 共和黨參議員 湯姆·科頓 和喬薩霍尼 呼籲拜登召開國民警衛隊 前往哥倫比亞大學 控制示威遊行 與此同時 紐約州10名共和黨議員 致信沙菲克校長 要求他辭職 說無政府狀態 已經席捲哥倫比亞大學校園 現在不僅是過大 耶路大學也搞起 支持伊斯蘭哈馬斯恐怖主義反游的運動 抗議者進行了7天的絕食 一群支持伊斯蘭哈馬斯的學生 在學校門口組成人場 阻止猶太學生入內 還有蒙特利爾 麥吉爾大學等 其他一些大學的學生 也進行了類似的絕食抗議 22日 美國耶路大學的學生抗議者 被逮捕 並被送入大學班車 另外 警方也對佔領 耶路大學反以色列的抗議者說 如果他們不離開 就會被逮捕 很多網友說 這是各大左派名核的悲劇 打著言論自由的紡紙 在鼓吹暴力犯罪的合法性 美國高等學府現在都培養這些善惡不分的巨嬰 還有人說 將他們全部趕出美國 請他們離開美國 美國不歡迎恐怖分子 宗教應該是勸人向先 而不是助紂違約 更不是是非不分 中共正在滲透美國學校 菲律賓22日發布信息 菲律賓與美軍進行的 堅並堅聯合軍演正式開始 軍演將持續3個禮拜至5月10日 參加的士兵超過16,700名 其中包括11,000名美軍 和5,000名菲律賓士兵 此外 大約有150名澳洲軍事人員參加 另外 法國軍隊也將首次加入演習 美飛兼並肩軍演 將以往和以往不同的另一個特點 是演習地點首次損起 距離菲律賓海岸線 大約22公里外的外海 所以額外引人關注 菲律賓之前召開記者會的時候說 今年的堅並堅軍演 將有幾個新的突破 包括美飛發3個海軍 將首度在 在菲律賓領海之外 進行多邊海上演習 飛各新的全面群島防衛概念驗證 以及首度進行資訊戰和網路防禦演練 飛各國家警察 海岸防衛隊 資通訊科技部 民防署等 都納入演習配合機構 菲律賓特別強調 今年是法國軍隊 首度參與軍演 法國派出花育級巡防艦 蒲越號與美飛軍艦 菲律賓海外防衛隊 一同進行海上軍事演習 由於菲律賓和法國 未簽署駐軍地位協定 因此法國軍隊 無法踏入菲律賓領土 只能在 菲律賓領海之外 參與演習 菲律賓已同美國和澳洲 簽訂軍事互訪協定 正同日本商討 簽署商戶進入協定 一旦合簽完成 將允許雙方 在彼此領土部署軍隊 日本自衛隊 預計明年 也會加入參與兼兵兼軍演 法國政府近年來 開始更多關注人體地區事態發展 法國駐非大使館公布還透露 自今年夏天起 法國將向菲律賓派駐軍事隨緣 法國海軍的參與 顯示美飛兩國 也在爭取歐洲的支持 此外 澳大利亞也將派員參加演習 還有14個亞洲和歐洲國家 作為觀察員出席演習活動 與此同時 美法兩國 也在俄烏戰場有大行動 有報道說 美軍101空港師 和2000法國外籍軍團 已經公開在 瓦克蘭 奧德薩行動 他們是藏羅馬尼亞進入的 俄羅斯軍隊意識到了局勢危機 報道說 美國國會20號通過緩烏法案時 實際上已經對我宣戰了 由於中飛關係緊張 對於軍演期間 如果中共海警船 或其他船艦 侵入演習區域 非方強硬地發出警告 值得關注的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將在這星期三 也就是4月24日 展開訪華行程 就中東、烏克蘭和南海局勢等議題 進行會談 外界認為 布林肯此行 除了在此傳達美國要求 中共停止向俄羅斯提供軍門的立場 另外一個重要議題 就是台海和南海的安全 一是美飛的軍演正在進行 而是賴清德5月20日的就職典禮日子 越來越近 中共都有可能發出挑釁行動 而布林肯此行警告中共 不要在敏感時間 採取可能升級緊張局勢的挑釁性行動 維持開放溝通渠道 以避免競爭演變為衝突 據法新社報導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湖22號 錄製影片 發表猶太教如宇哲談話提到 未來幾天將會對哈馬斯升級軍事和政治壓力 因為這是解救人質唯一的辦法 他還威脅會給予額外的沉痛打擊 內塔利亞湖一再表示 以軍將會對拉法發動地面攻擊 以軍之前表示 遭到哈馬斯挾持的一些人質被扣押在拉法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哈加利 今天在電視播出的談話中表示 參謀長已經批准戰爭的下一步行動 不過他沒有就此提供細節 他說 今天如月之時 人質已經被俘虜了200天 我們會戰鬥 直到你們回到我們的身邊 以色列軍方情報機構 新背得出的情報分析 133名被哈馬斯綁架的人自中 僅有40人還活著 其他93人已經被哈馬斯或勝戰組織殺害 伊朗神棍哈梅內伊發表說 呼籲支持伊斯蘭和哈馬斯的戰士們 不但要將殺害美國人掛在嘴邊 而且要將殺害美國人落實在行動上 伊朗議會國際安全委員會成員 高杜西今天表示 如果最高領袖下令 伊朗現在只需提前一星期通知 即可進行核子試驗 21日華盛頓 準備對於約旦河西岸 被佔領區活動的以色列國防軍 耶護答應實施制裁 奈塔利亞湖對有關美國 要制裁一支以色列軍隊 造出的強烈反應 他憤怒表示 在我們的士兵與恐怖怪物戰鬥的時候 對以色列軍隊的一支部隊 實施制裁的意圖 是荒謬自極的 是對道德的侮辱 以色列軍隊絕不能受到制裁 近日 中華駐美大使謝峰 出席哈佛大學一個演講時 遭遇至少3名學生 現場舉牌抗議 示威者抗議中共政府 在西藏、新疆和香港 實施攻壓政策 更是高涵出 被西藏自由 和謝峰無恥等口號 而當時野蠻 強拉抗議女生離場的粉紅 也被起底 在租網軍 謝峰上台演講時 一名男子 高清真問謝峰說 當中共政府 直接違反世界上的 每一項人權時 他怎麼有面在哈佛大學 港台上演講 抗議學生現場高興 西藏自由 並叫道 你怎麼能在這裡 你是鼓吹種族滅絕的政府代表 你們對西藏人進行種族滅絕 對維吾爾族人進行種族滅絕 還佔領香港 你不配站在這裡 此後 還有兩名女生 也站起來抗議 而在第一位女生抗議時 有一名年輕中國男子 非常粗暴地 拖扯抗議女生 而他也被網友起底出來 叫周宏基 是哈佛大學 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的 共同主席之一 在哈佛攻讀國際政治經濟專業碩士 是中共打手 消息顯示 周宏基2023年 被哈佛錄取 他還有一個雙胞胎哥哥周宏益 據昆山杜克大學相關資料顯示 周宏基深得中共邪惡理念貫書 他學習研究的內容 不理中國模式 有網友說 不是共匪打手 而是這些人本身 就是和中共的紅三紅四 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或者說這些人本身就是中國 還有人說 共產黨在美國這樣大搖大擺的安排內線 那麼美國是有權將他們趕出去 驅逐出境 時事評論人公子瀋發文說 將抗議中國大使的台灣女生 強行嫁出去的是哈佛的中國學聯主席周宏基 北京小粉紅 自稱是世界公民 促進跨文化交流 其實只是積極地說好中國故事 充當中共打手而已 據說他來自北京海電區體制內的家庭 一直是打著促進多元文化的旗號 在國際社會美化中共體制 中國人連基本公民權利都沒有 還促進什麼世界公民 有人建議 如果他不是校園保安 或者是警察的話 這就屬於典型的暴力攻擊 建議這位女生報警 不能被共匪在美國使用暴力侵犯人權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你訂閱和分享 多謝你的收看 再見 我會想到我會讓我多次看到 警察的照片 我們會有更多的 警察的照片 並不見 警察的照片 你會知道 照片 我會有多次看到 警察的照片 我們會有多次看到 我們會有多次看到 警察的照片 感谢观看